接下來為你播出的是 由天堡旅遊觀明贊助的 永國全方保守黨內閣下個星期會開會 相以派遣CF-18戰機前皇伊拉克 協助打擊伊斯蘭國 美國芝加哥附近一個航空管制中心起火 影響自家各兩個國際機場 超過800班航班要取消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九月二十六號 星期五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家欣新聞的詳細愛用 駕航飛黃英國雲敦的航班 是今早已遲起飛 一個二十二歲的男人 被警方從機艙帶走調查 一個乘客和傳媒說 當時全機已經坐好 但是有人聽到一個男人在這裡 聊電話 談話內容涉及恐嚇 乘客馬上向機長匯報 機長於是報警 被警方迅速登機 將這個男人帶走調查 他的行李也被從機艙裡調走 之後警方證實 這個男人只是在這裡 胡言亂語搞惡作劇 並沒有提出相關檢控 不過有個男乘客由於擔心飛行安全 而主動要求離開飛機 多倫多市政府大樓的地底電商 在昨日中午發生火警 令大樓電力中斷 市府職員要疏散 電力公司的職員雖然連夜搶收 不過市府大樓到了今早早 電力仍然未完全恢復 多倫多市政大樓原本有望 在今天中午之前重開 但是市府剛剛發出公告 指市政大樓重開的時間 有待另行通知 市府大樓今天所有預留服務 都要取消 由於當局沒有法確定大樓 正式重新運作的時間 所以呼籲市府職員上班之前 先向所屬部門的經理或者主管查詢 至於市民前往市府辦理事業之前 可以撥打311了解情況 而位於市政大樓內的日託中心 就仍然關閉 當局要求家長為子女令行作出安排 火警在昨日下午1點45分左右發生 大約1,500名職員和市民需要疏散 其中兩個在事發時 在電機房工作的職員 因為吸入濃煙而出現輕微不息 多倫多警方拘捕一個16歲的少年 指他涉嫌打爛多客氣車的車窗進行爆市 疑犯在被捕時被警犬咬傷 警方表示在位於Done Valley Parkway 和安省401公路交界地區 附近的Finalon Drive 135號一個停車場 有最少21架車被人打爛車窗入內搜尺 警方在午夜時分接報 趕到現場的時候疑犯已經逃離 警員在附近地區搜查涉嫌三名疑犯 並發現了這個少年 他被警犬咬傷 送院治療後被警方扣留 警員在少年的衣袋裡找到20元 相信是在車裡偷回來 警方在第一架被爆洩的車內 發現一支高爾夫球棍 相信疑犯是用一套求肝犯案 打爛其他汽車的車窗進行爆洩 警方仍然搜尋另外兩名再逃疑犯 被捕的少年還會面臨刑事指控 但是由於他受到青少年刑事法的保護 他的姓名不可以被公開 本國聯邦保守黨政府內閣 在下星期會開會 相以派遣CF-18戰機前王伊拉克 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聯軍 控襲伊斯蘭國的行動 正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的總理哈柏 在24日表示 幾日前收到美國的請求 斷促本國更進一步 參與打擊伊斯蘭國搬亂組織的行動 哈柏說 加拿大支持美國和阿拉伯盟國 是伊拉克和敘利亞 凶襲伊斯蘭國恐怖分子 但是他必須先和內閣 以及國會商討美國的這個請求 才可以決定本國下一步的行動 哈柏當時 拒絕說明美國請求加拿大 以哪種方式參與加強中東軍事行動 但是據加拿大廣播公司在25日的報道 有消息人士指 美國總統奧巴馬請求本國 參加國際空軍聯隊發動空襲 美國、英國、法國、澳洲、荷蘭 和幾個阿拉伯國家已經出動戰機 在這個情況下 總理哈柏也開始考慮 派遣加軍CF-18戰機進駐中東 克美公司今天公布了第二個財季報告 報告顯示 克美在第二季度正虧損是2.07億美元 和去年同期的正虧損9.65億美元相比有所收窄 表明該公司的復甦計劃正奏效 財政報告發表之後 克美的股價在紐約市場的收市價之前有所上升 在市至8月30日這個財季 克美的正虧損是2.07億美元 每股收益是39美先 這個業績好過去年同期 在上一個財年第二季度 克美公司的正虧損是9.65億美元 每股虧損1.84美元 不計某些一次性的項目 克美公司第二季度調整之後 每股虧損是2美先 相比之下 去年同期的調整後 每股虧損是47美先 克美公司第二季度營收為9.14億美元 低過去年同期的15.7億美元 克美公司說 該公司繼續有預計 將可保持強大的現金狀況 並將會尋求更多的增長投資機會 克美公司重申 他們目前的目標 是在2015年財年之前 實現收支平衡的流動現金 克美在這個星期較早時候 發布了新的智能手機Passport 希望從蘋果公司手中 搶回市場的佔有率 證明他們的手機 有能力在iPhone主導的市場上 展開競爭 克美最新的智能手機Passport 在美國上市的債機價是599元 由於這款手機 不會兼容Instagram等流行應用程式 而在市場上引起好壞參觀的反應 克美行政總裁 程手中曾經在今年4月說 該公司旗下的手機部門 能夠在每年銷量 只是1000萬部的情況下重返利潤 他們的競爭對手蘋果公司就宣布 該公司的兩款最新款iPhone 在上市之後首個周末的銷量 已經達到1000萬部 本國央行副行長羅恩 在昨日撒表講話 他說 隨著美聯儲的貨幣政策 趨於正常化 或者將會導致家圓貶值 以及市場利率上升 羅恩的講話 令家圓和美元匯率認升下跌 到了今日中午為止 家圓已經跌到90美先以下 最新匯率是一家圓對89.7美先 是近5個月以來的新低 本國央行在最近4年 一直將利率維持在一里不變 決策者說 此舉是想等美國加速增長的經濟 為本國帶來更多的出口機會 和企業投資 羅恩在講話中重申 本國將會制定獨立的貨幣政策 這個政策可能會和美元儲的背道而馳 就好像本國央行自從08年金融危機以來 已經加息三次 而同期美聯儲一直將利率維持在近乎0的水平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國際方面的消息 天保旅遊提供專業旅遊服務 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 在北美和中國共有12個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強大完善 致力發展網上旅遊消費 足不出沒完成機票和旅遊團預訂 保證你自由出行 網絡空間風采無限 天保旅遊 讓你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稅費總額佔了企業營業收入的大約12.5% 形象來說 相當於顧客點了一隻白癡雞 在你掌握它之前 雞的一隻鼻已經被稅費掌握了 這位公交司機 因為阻礙這個男人 不會在車上吸煙 結果遭來了毒打 不過這位司機並沒有醫癌患 而是關車門打電話報警 雖然很委屈 不過這位司機的處理方式是正確的 這位醫生平時幫助我們很多 但是我們也沒有為他說一句公道話 沒錯, 我們這次一定要幫他 走 你為了幫我治療 你自己又不可以出去賺錢 你看看你, 熬得下營了 小子, 只要你康復 我媽也無所謂 起動有問題 500元的獎勵 不少網友都表示無法理解 這幾年為了抓捕惡性犯罪的再逃犯 各地警方都會開出天價懸賞金 那為何抓個貪官就只有500元呢? 省防總昨晚發出通知 要求越東各市緊急啟動防風應急響營 在越東市移動, 台灣淺灘, 巴士海峽海域作業的漁船 必須全部撤回漁港避風或就近避風 氣場專家說, 鳳凰對岳省影響 集中在越東沿海 各位觀眾晚安 繼續是新聞時間 國際方面的消息 美國芝加哥附近一個航空管制中心起火 影響芝加哥兩個國際機場 有超過800班航班要取消 事發在芝加哥西南面的奧羅拉 當地航空管制中心 今日清晨突然起火 消防員到場之後疏散工作人員 又在中心發現一個受傷男子將他送院 事故影響芝加哥兩個主要機場 奧克爾及中途國際機場 大批航班要取消 美國傳媒報導 在中心發現的受傷男子 是聯邦航空局的合約員工 懷疑是他中火導致今次事故 聯邦調查局已經介入調查 歐盟估計有三千多名歐洲人 最近加入了極端組織以斯蘭國 可能會向歐洲國家發動一輪恐怖襲擊 報復歐洲國家支持美國兇襲武裝分子 歐盟反恐業條員可爾喬夫說 近幾個月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加入 以斯蘭國的歐洲人增加了三成 估計目前有超過三千人 以斯蘭國今年6月宣布 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土地立國 吸引大批來自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 荷蘭、瑞典、丹麥、西班牙、 意大利、愛爾蘭和奧蒂利等國的歐洲人 前去中東投靠 其中兩三成的人已經返回歐洲 可爾喬夫警告 美國聯同盟國對以斯蘭國武裝分子據點 發動空襲 可能引發這批曾經受訓練的歐洲人 在歐洲地區發動恐怖襲擊 除了歐洲之外 伊斯蘭國亦都在亞洲地區招募新成員 在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南部 估計有超過100名伊斯蘭青年 已經前往伊拉克和敘利亞參與勝戰 人數可能會越來越多 他們計劃建立一支亞洲分子 這批人會對亞洲地區的安全構成威脅 另外,菲律賓激進組織阿布沙耶夫提出警告 除非德國停止支持美國 空襲伊斯蘭國據點的行動 否則會在下月10日之前 將兩個德國人之中的其中一個人斬首作為報復 阿布沙耶夫過去與阿凱達有聯繫 今次表態支持伊斯蘭國 令人懷疑阿布沙耶夫與伊斯蘭國結盟 菲律賓官員正密切注視伊斯蘭國的勢力滲入 在13年前發生911恐怖襲擊當日 在紐約世貿中心災場內參與救人任務 其後被確診放上癌症的三個消防員 在這個星期內同一日相繼死去 紐約消防部門在星期四證實 這三名消防員比斯科夫和克格倫德 他們兩個都是58歲以及56歲的利弗 在星期一因為癌症細細 三人的死亡時間只是相隔幾個小時 紐約消防總長尼格羅表示 在同一日內損失三個消防員 是一個痛苦的回憶 他們都幻想和世貿中心災難相關的重病 紐約消防人員在那種災難發生之後表現英勇 但是在13年後的今天 他們仍然繼續付出代價 有關方面並沒有透露這三名消防員 患上什麼癌症 他們三人在03年之後已經相繼退休